我覺得就是一種陪伴然後跟支持 不管我表現得怎麼樣 在他們心中可能我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人 當我加入桌球隊的時候 爸爸就說 你不能打球 你要好好讀書 那不然你會跟哥哥一樣學業退步 然後我就完全 就是因為這句話我完全被退隊 就是我就說我不能打球了 那因為我還是很愛打球 我就每天拿著桌球拍 然後對著牆壁一直打 然後爸爸在旁邊看電視 我就在電視旁邊 就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爸爸就覺得 你好吵 好好好這個時間 反正也沒事 吃飽沒事 那你就去學校打球 然後後來我因為這個原因 又去學校打球 我覺得他也覺得是因為 看到我真的很熱愛很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他最後還是就是支持我 我媽媽以前是田徑隊的 對然後爸爸是足球隊的 我那麼愛打球 那麼愛運動 有可能是基因的關係 其實我從國小畢業之後 我就已經離開 在家裡然後到台南受訓 國小三年級就參加了桌球隊 然後我印象中我爸爸媽媽 尤其是爸爸 就是每週末會有比賽 他就會開車 帶著我到處南部啊北部 就是到處開車 這樣子的比賽這樣 但從有一次就是我國小畢業 把我送到台南 然後他們準備要離開新竹 因為我在台南就學嘛 那時候 送我離開之後 不是我媽媽哭 是我爸爸哭了 然後我媽就說那個什麼 姐那個爸爸剛才哭了 他說他很想你 然後我那時候才感覺到 原來雖然都平常不是那麼會講話 但其實他還是還滿關心我的 對有點捨不得 其實他對我的愛是非常非常就是多的 然後我心裡想說 嗯 爸爸會哭 他平常不是都很少在講話 然後有點意外 我以為是媽媽 對 但他很感動啦 媽媽一路來就支持 到處的跟我們出去比賽啊 然後住飯店 也要照顧我們全部的同學啊 對 就是愛心家長 愛心媽媽 對 陪伴我們 嗯 像我們很多比賽嘛 然後你一定要達到一個資格 才能去參賽 包括亞運 奧運 然後很多的比賽其實 爸爸媽媽 雖然我在台南 但有比賽他就會到現場幫我加油 對 然後不管結果怎麼樣 他結束之後我們都吃個晚餐 然後睡覺前就是打個電話說 今天表現好明天再加油之類的 對 因為那真的太小了 而且我們生活都是 就全部住在一個宿舍 哇 那時候我們不能拿手機 然後不能交女朋友 然後頭髮那時候規定還要不能太長 對 然後體育界學長學弟制 還是有一些些 因為那時候其實遇到滿困難的事情 包括我其實受傷嘛 再恢復到球場這些經歷 其實很難過 沒有地方抒發 心自己吸收下來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我都是報喜不報憂的 他們可能有聽說啦 但是 對 我不太會講這種事情 就是一個打電話給他 然後聽到他們的聲音 就說 我吃飽了 我吃飽了 然後 我不太會啊 呵呵 拜拜 就是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聊天 他們的就是可能一句什麼 加油啊 然後什麼辛苦了啊 或是沒關係再努力這種 因為我需要這些能量 然後讓我可能之後的 可能遇到什麼事情打球啊 或是遇到可能不好的事情啊 遇到一些鳥事啊 他們的話我是吸收進去 就可以再出發這樣 那來的頻率從剛開始蠻多 然後到後面就比較少 慢慢熟悉這個模式 基本上就是過年的時候 我才會回家 就一年就這麼一次機會 可以回家 因為其他時間都在訓練 剛開始會 就是會莫名的失落感 就聽到家裡的聲音 然後掛到電話就覺得 怎麼還是有點想家的感覺 但是反正就自己選擇吧 因為我選擇我要打球 所以我的心中目標一直就是 不想讓他們失望這件事情 所以比較沒有什麼叛逆期 我對我自己的這種意識方面蠻強的 我就覺得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加油 不要讓他們失望 像以前當選手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很少回家 那現在其實相處時間幾乎是每天相處在一起 比較多一些些 我覺得主要 現在家裡都是圍著我自己的小孩在幫忙 所以我跟家人之間不太會遇到 真的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爭執比較少一些些 他們也幾乎都是為了家裡的付出 會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現在盡量除了我工作以外的時間 我都會安排旅遊 像最近我們又去了韓國 然後去了澳洲 然後之後可能要帶他們去什麼美國 歐洲這些國家 讓他們就是 到現在這年紀應該要好好的放鬆一下 他們會覺得這個 世界上其實蠻多東西 我們去澳洲 我就是第一次看那個袋鼠跟五尾熊 然後他們竟然不知道五尾熊速度很慢 然後基本上不太會動 就一直睡覺的那一種 那家媽在韓國 因為她本身喜歡吃辣 然後就在那邊吃得很開心 那家媽她就是一個不太會表達 不太會講 但是其實你看得出來 她的眼睛都是冒 冒星星的那一種 畢竟 為 就是 就是我們家已經辛苦了 奮鬥了這麼多年了 然後應該要進我這個孝道 在他們有能力 就是還沒有真的老之前 然後包括我現在也有 一點能力的時候 帶他們出去走一走 我每次在出去玩的時候 就可以看他們的笑容 我們大家一起陪伴他 然後甚至只是我們全家聚在一起烤肉 聊天 我覺得他們就會很開心 以前在打球雖然很忙 但是就覺得自己沒有陪伴他們 就會覺得好像不夠有笑心這樣 但現在反而覺得 他們需要的時候陪伴他們 我覺得是還滿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他們也有他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他們提出的想法 我們盡力去幫他們完成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像 江爸就很喜歡運動 在家裡就是假日的時候 我們可能全家 可能要出去玩 然後江爸就說 他想一下 但是我心裡就知道 對 他想運動 然後就會讓他去運動 然後再等他這樣 就類似這種小事情 江媽喔 可能就是 寫個卡片然後抱一抱這樣就好 我覺得他比較 江媽比較是走比較 比較親情就感性派的 對啊 他覺得小孩子 可能 也不用說多送很貴的禮物 可能吃個飯或寫個卡片 從他臉上就可以看出那種很開心的感覺 不要大喔 我其實也不是 會直接說出口那樣的人 對 我不太會 但最近就會好一點 像我就會過節 然後送禮物 或是傳訊息 我覺得這種簡單的 然後我慢慢開始會 再做這件事情 以前就覺得好像很害羞 我覺得我需要可以改變的事情 因為 我覺得 愛就是真的要快點去表達 對媽媽就是訊息會 但輕講的話 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 他也講我講 快點補一句那一首 就比較不會那麼尷尬 但還不到爸爸外 這我 我加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洪傑 第三屆旺旺旺孝金獎 已經開始報名啦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短影片 或是詞曲創作 來表達對爸爸媽媽的愛 外面的世界 紛紛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幾乖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 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 都在錄得了 我超過短影片 感谢观看